把这个和好的面团 把和好的面团 用这个揉面机 反复揉压七到八次 把它揉光揉匀 做成这个光滑的面片 供这个保持机使用 这个面揉的差不多了以后 把它动向对折 然后再横向对折 压个两三次 再对折一下 基本上就可以通这个 保持机用了 横向对折 好 现在这个面餡 就能给这个 保持机 现在来讲一下这个揭面啊 把这个两块面啊 接到一起 就是说 给它搭柴搭柴的话 搭个五六厘米就可以了 就像这样 把面搭搭上去以后 跟它稍微摁一下 像这样稍微摁一下 这就可以了 也就是两个面片接的时候就是这样接 咱现在开始做啊 等压出来面片以后 这是咱接的这个 接茬 等面开始卷了以后 把这个馅料 住进去 住进去就好 现在这个包子做出来是190克 哇 路到这儿 包包看 这边190克的大包子 卷完面以后 你看这个面柱的粗细 已经跟那个手腕子全头粗细差不多了 因为它这个宝子做得非常的 现在开始切制一下啊 哇 你看这包子多大 你看现在这个包子 非常的非常大也非常的均匀 这个是给美国客户定制的 现在师傅正在逐渐的调整他的大小 你看这个面接完以后 就跟整块面是一样的 这块的路 不是块的路 哎 出来一个 出来一个 对 这个叫 这 ok 现在这个面料几乎已经快做完了 看他看这个包子 你看这个均匀程度 都是非常均匀的 看一下啊 非常漂亮 好 这个视频大测为止 几个多少克的 这个是 一百九十克啊 整上一百九十克 剩下这个啊 嗯 这个是一百八十七八十六克 这个打得好 这个 刚开始做的稍微大一点 这个是两百五克 这个是一百八十六八十五克 基本上算是非常均匀 来 拉一个看一下啊 拉一个 拉吧 你看这个馅料 非常的饱满 皮 也是非常的均匀 来 再拉一个 来 拉这个啊 看一下啊 拉一个 你看 各个饱满 皮厚均匀 好 啊